把你的手拿远一点 再碰月儿一下 我就砍了他 这位大哥 好歹咱们都是撑起半片江山的人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试杀 这样 月儿 天色也不早了 你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今晚我就在这住下吧 什么 你要我帮你准备一个房间 你要在这里住下 是的 我看你们家条件挺好的 虽然和我以前住的地方不能比 但也是勉强可以居住的 雪无侠我警告你 你不要得寸进尺 你不要以为你和我认识 就可以在黎王府打秋风 姐姐 你们真的不用理他 直接叫人把他哄出去就行了 不用了 维儿 既然雪公子是你的朋友 那就让他在黎王府暂时住下吧 王爷 他不是我的朋友 你不用估计我 真的没关系的 没事 我们黎王府地方大 房间多 多他一个也影响不了什么 这位大哥 你真是热情好客 我这人从来不爱占别人的便宜 你放心 等你们哪天去雪月国玩 我会以我国最高礼节来招待你们 行 风儿 你带雪公子下去 给他挑一个房间 把他们招待好 是 二位请跟我来 王爷 你都没问清楚 这家伙的来历就让他住在王府 你不怕他是骗子吗 想骗黎王府的东西 那得看他有没有命享用 威儿 王爷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用意 再说 我觉得这个雪公子 看着是奇怪了点 但他应该不是个坏人 说起来 他的确不是个坏人 我 就是爱逛窑子 对小动物不友好 他四处欠欠不还 总之我看到他就讨厌 不想与他为伍 可是听他的口气 他好像很喜欢你 才没有 姐姐 他只是想利用我在 黎王府打秋风而已 你们千万别信他 之前 他说他的银子丢了 我想 以他的衣着和言行举止 看着不像个骗子 他以前应该 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 只不过在外面遇到了困难 而且 我感觉 他对你挺有兴趣的 你们之间 真的没什么吗 真的没有 姐姐我还有事 我先不跟你说了 玄辰 你把这个雪无侠留下来 是不是因为他是雪月人 有机会的话 我想向他打听一下 关于你那个慈青的事 他是雪月人 不知道他清不清楚 这蝴蝶兔腾的意义 好 不过咱们现在和他不熟 不能贸然询问 以免心露刺青的秘密 我们先观察一下他 等和他熟悉了再问 不过此人十分古怪 为防有意 我会派人在暗中监视着他 你想得很周到 就怎么办 王爷 王爷 这个雪公子也太难伺候了 我们都不想伺候他 管家 他到底怎么了 哎 娘娘 你不知道啊 雪公子十分挑剔 他喝水要喝深山的泉水 泡茶要用露珠 茶叶要最稀有的大红袍 每日吃饭时更挑剔 他吃什么都要成双成对的 美其名曰好事成双 最重要的是 他什么天气要吃什么样的菜 什么心情也要搭配什么样的菜 连肉都要切得一样薄 鸡蛋要煎得一样大小 水果要长得一模一样 稍微有点不同 他都觉得不完美 哎呦 我们都快被他折磨死了 这家伙 忘了他在哪里了吧 简直是吹毛求疵 在黎王府的地盘上 竟敢如此挑剔 夫君 走 我们去会会他 好 本王也想见识一下 这个奇葩 等云若院和楚玄臣来到雪无侠的院子里时 两人远远的就听到雪无侠那激动的声音 红二 我今天心情这么好 你竟然给我吃梨 雪公子 吃梨怎么了 所谓梨 谐音梨 就是分梨之意 这是不吉利的 我今天心情好 你给我吃梨 不就是要暗示我 要与我心爱之人分梨了吗 这怎么能行呢 主子 你个单身狗 有心爱之人吗 这几只梨子大小不一样 长得也不一样 这只有奇丑 影响我吃饭心情 梨子挽你下祖坟了吗 你要这么嫌弃他 雪公子 我实话告诉你 你太失儿妈了 我们王府的人都不愿意伺候你 要不是管家求我来 我才懒得来给你送梨 结果你竟敢嫌弃 你不吃 马上蹲走 王爷 王妃 你们怎么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王爷 这雪公子太挑剔了 大家都不愿意来伺候他 管家今天见我没事 就叫我来给他送梨 结果他倒好 居然嫌弃梨子不吉利 还嫌这梨子丑 所以我也不想伺候他了 好 本王知道了 楚兄 你们误会了 我这可不是挑剔 我这是对美好人生的追求 对美好人生的追求 我是一个做事力求完美的人 我要么不做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力求至善至美 对于食物也是一样 万事要求极致 要追寻最高标准 而不是敷衍了失 拥有这种精神 可以是我们事半功倍 做事会更容易成功 王爷 姐姐 你们别理他 他这根本不是对人生的追求 而是没事找事 无理取闹 威尔 你来了 姐姐 对付这种人 就应该饿他两顿 饿两顿 他这臭毛病就好了 威尔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你良心不会痛吗 之前我们在路上的时候 是谁和我抢馒头吃 抢吸水喝 那时候你怎么不挑剔了 怎么 到了林王府 你这浪荡公子的气质又出来了 此意时非彼意时 再说 楚兄真心邀请我住在林王府 我若是与他太过客气 岂不是显得很生分 王爷 王妃 能为有个姓龙的公子求见 姓龙 月儿 你认识这个人吗 我最近是见过一个姓龙的男人 就是他说他父亲生病了 想请我去雪月国 替他父亲治病 姓龙的男人 不会是龙青澈的家伙吧 怎么了 雪公子 正好 我也认识一个姓龙的雪月人 不知此人是不是我朋友 原来如此 那你跟我们一起去见见这位朋友吧 王爷 我们先去见龙公子 好 我们走 说完 一行人来到了花厅 龙千车一走进花厅 便率先看到了雪无侠 他墨的一礼 大惊失色 雪无侠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他已经知道 云瑞瑞就是圣女的事 所以才会来这里找他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麻烦了 小车子 怎么是你 二位 认识 不认识 小车子 你这个没良心的 你怎么能这样说啊 月儿 我告诉你 他就是我朋友 他叫龙千澈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听到月儿这个亲切的称呼 龙千澈捏紧了拳头 雪无侠和云若月竟然这么熟 难道他们早就认识 那雪无侠到底知不知道云若月的圣女身份 雪无侠有没有把他的事告诉云若月 雷王 李王妃 在下龙千澈 是来向李王妃求医的 雪兄与在下的确是旧事 只是没想到这么巧 他也认识李王妃 啊 其实我也是前几天才认识雪公子的 雪公子正好有我朋友认识 我便留他在王府做客 龙公子 本王听那人说 你想请他去雪月国替你父亲治病 的确如此 家父病情严重 不宜长途奔波 我才没有把他带来 所以我才希望能请黎王妃波容 去雪月国一趟 替家父治病 小车子 你爹生病了 是的 他生病了 而且病得很严重 继续名医给他看病 所以我再回来找黎王妃 哎 病情很严重啊 那是不是病入膏肓 就快一命呜呼了 哎 清澈 你别太难过了 人老了 难免会有那一天 逝者已去 我们生者更要坚强 你一定要节哀顺变啊 我父亲还没死 不劳你费心 龙千澈心里愤怒 这个狗皮膏药 竟敢诅咒他父亲